结婚几年 三年了 孩子多大 两岁 男孩女孩 女孩 哦 好啊 怎么认识的 就是一个九席 我父辈的一个九席 我们父辈认识 然后我们坐一桌 我们不认识没有见过 然后的话就看着挺好的 我觉得他也挺孝顺的 然后我们就加了一个微信 然后就聊上了 那时候他还在读书 哦 还在读书 等于一毕业就嫁给他了是吗 是的 幸福吗 我觉得谈恋爱那会很幸福 啊 结婚以后呢 结婚可能就是 住在一起了嘛 所有的缺点什么的 就慢慢展现出来了之后 我觉得当时结婚 可能过快了一点 那你们现在怎么打算呀 其实说实在的 我是希望继续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观点 碰撞太激烈了 然后现在已经 已经弄到他要跟我离婚 小片里面听到一些端倪啊 这个现在等于创业了是吧 是的 做婚庆公司 也是一个婚庆工作室吧 特别忙 有旺季和旦季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 孩子多大的时候 开始自己创业了呢 一岁多吧 就因为这个工作室 所以才有矛盾呢 还是在之前就有一些矛盾了 我们结婚这三年 说实话 有时候一些小的问题 可能也会发生正常 因为我们俩性格碰撞 比较激烈 她就想要我 在家带孩子 做一个全职妈妈 但是我不愿意 我就想在外面 做自己的事业 因为我觉得女人 就应该趁着年轻 还是要在外面闯一闯嘛 那你那么早嫁给她干嘛呀 你嫁给她的时候 没跟她聊过这事 说我嫁给你了 我还是要在外面闯一闯 当时没有聊过吗 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聊到这么远 但是因为计划 赶不上变化的嘛 然后生了孩子 我就想着 还是要出去 要工作 她不同意啊 所以我们就吵 让她工作呗 我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家 我希望我的老婆 能在家里把孩子带好 把家里经营好就行了 我主外她主内嘛 我觉得这样不挺好的嘛 那她愿意工作 你得让人工作呀 她去工作有影响吗 对家庭生活 肯定啊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带不好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家里就没有一个家的感觉了 所谓孩子带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呀 就有时候 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 因为我们厂里比较忙 然后孩子有时候 被人带的时候 我妈有时候 忙得可以说是 这上面说你是个体做买卖是吧 对啊 我们就是开那个塑料加工厂的 然后因为也是小本金 全家都得出动嘛 然后就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其实她是最好 自己的 就是孩子的母亲嘛 在家大孩子是最好的 但是她不 她要出去 就因为这事 我们吵了很久了 这看来已经不可调和了 那现在宝宝谁带呀 宝宝有时候是我婆婆带 然后有时候 我工作忙的时候 我就交给我妈妈 你也不愿意带 不是我不愿意带 有时候我真的忙起来 我真的顾不上 对你忙起来的时候就交给妈妈嘛 不忙的时候交给婆婆嘛 你是自己不带的吗 是你自己说的吗 也不是 我其实也是尽量的 想抽时间陪孩子的 我也不是说 一心扑在工作上 什么都不管 理解理解理解 都理解都理解 我确实有时候太忙了 而且最近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吵得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了 而且他最近还因为这个事动手了 我真的觉得我忍不可忍了 我真的觉得过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什么情况下你跟人动手了 也是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买月宴请我去喝酒 看在场的都是生二个了 然后其实我也挺想 耳开 对 然后我就喝挺多 回去就趁着这个机会 我就想跟他聊聊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好好跟他说 他理都不理我 我感觉我就像空气一样 这种压抑的感觉在家里 我觉得已经 其实太久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很火 我回去把他的鞋东西撕了 他就站起来骂我 我那时候喝了酒 那时候就火了 没忍住就打了他一下 你觉得你动手就是对的是吗 那天你喝得最确确的回来 一回来就跟我讲 让我放弃我的工作 让我生孩子 我在那写策划案呢 我费寝忘食地工作着呢 你倒好一冲过来 把我的策划案就全给撕了 那是我的心血你知道吗 我说的不好听点 你去参加你那哥们的满月夜 你不就是羡慕嫉妒恨吗 你羡慕人家生了个儿子 你回来就找我吵 我不烦吗 最后你还动手了 动手这么久了 我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你有跟我道过歉吗 我怎么没跟你道过歉 你回娘家叫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我给你发短信 你也不回 我怎么知道你回娘家 是重新回去的 还是回娘家工作 那工作室我还没说呢 主持人 我其实根本就是 完全反对他开工作室的 然后他背着我 找他妈借了一笔钱 把工作室开到他娘家 三天两头 带着孩子住那边去了 忙的时候 半个月都不回来的 感觉就像一顶脸一样了 已经我觉得 我父母看了会怎么想 我朋友们看了 还有我们真的 就这么分开了呢 我就特别恼火 那我做这些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庭吗 还不是想给你分担一点 你又是独子 我就不想要你有那么大的压力 而且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呀 你指的为了孩子是指什么 我也想就是给孩子 创造更好一点的条件嘛 父母陪着他 不就是最好的条件吗 我觉得每一个孩子 真的需要一个优秀的妈妈 来引导他 而不是一个整天在家里 那种家庭主妇 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心情 去带孩子 孩子带出来 我觉得才能更好 多去外面闯一闯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而他就想让我在家 做家庭主妇 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再给他生个孩子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 太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他压根 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你知道吗 有一次也是 他带着孩子 在娘家忙着工作 有一次孩子发高烧39度多 烧了两天 他就给孩子买了一点药 叫他妈给孩子喂嘛 什么药 然后 那些感冒退烧的药 后来他妈喂药 不见好转 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没时间 他打电话给我 要我去接 我一过去 孩子他就看到我了 我说爸妈看到我就哭 他说他要我带他去找妈妈 我给你到哪里去找妈妈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真的很谎 那个时候 孩子一哭口水直流 然后我真的看得很心痛 我就带孩子到医院去 后来医生一检查 说孩子得的是那个手足口病 因为手足口病就是发高烧 首先嘛 没有意识到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然后医生把我骂了一顿 他说你们怎么做父母的 他说孩子 还晚送来两天 后果不堪设想了 已经 因为他的喉咙已经开始溃烂了 他已经无法吞咽了 你知道吧 然后他口水 一哭口水只能往外流 真的 我气不过你知道吧 我不可能支持他的 我也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我也非常的痛心 而且那一次我也真的是因为 我前一天是跟两位新人 因为我接了个婚庆嘛 跟两个新人去沟通 这些婚礼的细节 你想一个新人把婚礼交给你 他是非常信任你的 你不可能就是说 他一辈子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把他搞砸了 你肯定是要做好 然后做出自己的口碑呀 是不是 我真的 其实我也非常的愧疚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也疏忽了 我也 有时候其实想起来挺伤心的 既然妻子这样 你支持他一下 把孩子就接回去吧 你们来带吧 我们家里没有时间 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 家里效益不是很好了 我们如果不更加努力 家里的孩子是根本就 因为家里孩子不会减嘛 所以我是没办法 核心问题吧 咱们假设就要离 离了之后孩子跟谁 我肯定要孩子 他说他要孩子 他说孩子不让我带走 可是我觉得孩子 跟着妈妈会更好 不不不 你别更好嘛 就是离婚之后孩子跟谁 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协商的呀 我肯定是要孩子的 你要孩子 孩子肯定 坚决要 坚决要 不只我要 我家人都会要 行 坚决要你跟我说说 你们生意那么忙 没时间带孩子 你坚决要怎么样法啊 如果说实在的 如果是真的走到这一步 请人也好 我要么就是 反正怎么都好 反正到时候是有办法的 反正你就直接说办法是什么 办法 办法到时候 那再找一个了 再找一个妈 听明白了 只能这样吗 听明白了 再找一个妈 听明白了 孩子你要吗 要啊 你是不太想要的我看 我肯定要啊 你根本没有 你说这比较重要 你要吗 我肯定要啊 要怎么带 你告诉我 给我妈妈带啊 给你妈带 嗯 我不想跟我孩子分开 不想跟孩子分开 孩子问题 我们弄清楚了啊 就男生说他要 男生说怎么带 我再给孩子 娶个后妈 女生说我要 问女生说怎么带 交给我妈带 啊 我们不仅仅是因为 这个方面 他也想要 我再给他生个孩子 把我拴在家里 不是你 你还想生吗 我当然不想生啊 啊 不想生啊 因为他生第一胎的时候 他对我没有多少关心 说实话 他以前真的可以说 是一个网瘾少年 没有结婚的时候 嗯 他成天在外面上网 然后不着家的 那你干嘛嫁给他呢 我那个时候我不了解 我不知道他这么上网呀 嗯 结了婚之后 他还是有点爱上网 但是他也跟我保证了 他不出去上网 然后但是有时候 他朋友一个电话 他就不见了 那个时候我刚 从医院回来呢 我破工产 上课得多痛啊 再恢复对不对 孩子也很虚弱 但是孩子需要我 但是我自己身体也不好 我可以说有时候 整晚整晚没叫睡 他有时候朋友 一个电话 就不见人意了 我非常的无助 那个时候我很痛苦 嗯 那个时候你又在哪里呢 在他眼里 反正我一出去就上网 我一出去就上网 反正一出去就是 不务正业 在他眼里就是这样的 我出去有时候是应酬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 他也不了解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你们当初 为什么选择娶 为什么选择嫁 也谈了一年嘛 说实话 那个时候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根本不需要 面对家庭这些琐碎的 这些柴米油盐的事情 也不用面对孩子的事情 说实话 突然有这么一个孩子 可以说是很手足无措的 然后就导致 有一些小事情 会不会无限地放大 然后就会争吵 吵着吵着 两个人真的就是 可以说已经把感情都吵没了 女生我想问几个问题啊 是不是说孩子有了之后 其实住在婆家 可能婆家能帮到你的地方 也不多 是吧 不多 回到娘家以后 妈妈能多帮一些 肯定啊 我妈妈肯定能多带一些 因为妈妈说实话 她毕竟心疼我嘛 有时候我工作也很忙 又带孩子 她肯定就是帮我 多看着点孩子嘛 好 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节目的 我想来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 看这些专家怎么说嘛 然后看能不能 就是可能她是想调解一下吧 可是我确实是 说实话有时候很失望 也很寒心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没有不离婚的可能性 比如说她说 同意你开工作室 可以吗 如果她同意的话 能给我一些支持的 我肯定愿意 还是继续走下去啊 因为毕竟孩子有这么大了嘛 这支持是指什么呢 你想想 我从创立工作室到现在 她不仅仅不给我支持 她有一次把我 一些婚亲客户的 电话全给删掉了 那些都是我这么久以来 辛辛苦苦积攒的资源 也是我的心血 她就是不当回事 她就把它删掉了 你不支持我就算了 你还做这种事情 你不觉得让我真的觉得 你好幼稚啊 我觉得 上那 通讯录那一次 其实我也挺火的 她每一次回家 就玩手机 然后要么就联系她的客户 我真的很烦 一个电话能打到 一个多小时 那时候真的已经 既无奈 我又没有办法 然后等她睡着的时候 我就把她 那什么客户 什么资料全伤了 总没电话打了 然后她还理直气创 她觉得她做的是对的 双方父母知道 你们要这样干吗 目前还没让爸妈知道 怕他们担心 你都没跟你妈商量好 说妈我要离婚了 孩子你给我带 反正你妈不给你带呢 不给我带 再想办法呗 什么办法 这方面我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想过 来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奔卷 如果说因为一个女人 一个妈妈要出门工作 要做职业妇女 就导致一个婚姻 要破灭的话 那么全天下这么多 有孩子的职业妇女们 难道都要离婚吗 我说这个话 你别生气 要自我没错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作为一个 两岁孩子的妈妈 我们把工作和家庭 应该怎样去平衡 其实我总在说 女人的一生分 很多个阶段 这个阶段 有些是我们自己成长的阶段 有些是和孩子和家人 绑在一起的阶段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你的婆婆或者你的妈妈 不能够完全地 帮你带孩子 或者说 你也不是很放心 老公也不是很放心 我们能不能稍微减缓一下自己 对事业追求的脚步 也许孩子上了幼儿园 上了小学 你白天有大量的时间 去工作 去忙碌 你选的这个时间段 对不对 对你整个一生 一个女人的一生来说 这个阶段 我们更应该 注重的事情是什么 而你的表现 没有让你的男人 你的公婆感觉到 我的女人是把孩子 放在第一位 至少孩子很幼小的时候 孩子最重要 所以她当然失望了 当然了 你打人是特别的不对啊 男人打人 是最脆弱 最无能的表现 她为什么这么爱工作啊 甚至不顾那个 两岁的孩子 你想过吗 因为在孩子断奶之后 孩子和母亲 断了那个 唯一依赖的关系 完全依赖的关系 而孩子又不会去问她 妈妈你冷吗 穿衣服啊 妈妈你饿吗 要吃饱啊 她感觉不到 更多的被关怀 当然这是一个 不成熟母亲的表现 她就会选择 我在外边的价值体现 让我更有存在感 你没有给她 足够家庭的温暖 家庭的感觉 你在她抛妇产 最痛苦的时候 跑出去 不管是上网 还是干什么 你让她觉得无比失落 回家没有温暖 她也不愿意回来 所以难道 你没有责任吗 先生 还是那句话 天下这么多职业妇女 如果像你们 这样处理问题 多少对都得离婚了 你们做得都不好 当然也许是因为年轻 但年轻不是借口 你们已经成为了父母 就要履行父母的责任 希望你们都能担当起来 好好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吧 好吗 谢谢杨老师 来 齐总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问题 坦白地说挺难解决的 第一个难是说 你们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核心 出在哪儿 现在是在乱战 你来的目的是说 想让我们说服你老公 让你去工作 对吧 孩子找一个共同的 甭管是你的母亲 还是她的母亲 至少找一个人看着 对吧 你的核心是想让我们解决说 让你的太太能够在家 全职地照顾孩子 对吧 但是你们恰恰没有注意到 其实真正出现这个问题的 背后的核心是在于说 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太多的感情 这是很可怕 刚才杨老师说 有那么多有工作的父母 其实家里孩子也照顾得很好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核心就在于 他们之间还是有爱 他们之间知道 我们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你们两位呢 感情的事没有看到 而最倒霉的就是孩子 感情 刚才你现在的这个丈夫 很轻而起的居然说说 我再找一个 第一是对你的不尊重 第二 谁敢嫁给他在 而你呢 不同意让你工作的事情 就不回来嘛 你们现在两个人 都在用无辜的孩子做筹码 你带着孩子走 你不就是在让他认错吗 考虑孩子了吗 你拿孩子的病说事 你没有责任吗 你不就想把责任推给他吗 一个无辜的孩子 有两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在这里 能幸福吗 而你们唯一之计 如果要想让孩子幸福 想让你们之间有未来的话 就得重新再去谈恋爱了 当初看上的彼此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能不能包容 能不能解决 而不是说这样打仗 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 这边还动手 然后你就自己 不跟老公商量 就开了工作室 你们做的所有的动作 都在伤对方的感情 我不知道你刚才说那话 是气话还是认真的 但是我真想上去给你一个耳光 你把你的老婆 把你的女儿当成什么 你这么不尊重感情吗 不尊重婚姻吗 你也不懂事 带着女儿走 工作事业孩子 你让老公去做一个选择 你们两个人 面对一个孩子出生 是有忐忑的 是有无助的 而推卸责任的方法就是 老婆这全给你 我是主爱 而你呢 不行 我有我自己的事业啊 我要做足利的女人啊 女儿 你也得想办法 结果呢 你们对孩子有爱 对彼此的爱在哪里 先从事你们俩之间的爱吧 面对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抱团取暖 而不是说推卸责 让对方承担 谢谢 谢谢居宗 胡老师 真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果早吃今日 你们当初还结吗 你结吗 我不结 也不结 大家劝你们在一起 何时因为你们有孩子 但是他们俩根本就没有 很好的婚姻基础 一个男人可以说得出 我再找一个 或者一个女人 可以痴痴疑疑说 我不要孩子 那是自己抛肤产生下来的孩子 那你说你们俩有多少的婚姻基础 很多婚姻越来越肤浅 因为它没有良好的基础 没有想好更多的承担的责任 而至于孩子 要么就是个意外 要么就是传宗接代 要么就是成为了各自打听事业的一个借口 说得那么好听 我是为了孩子 为了将来的生活 不过是自己寂寞难耐 想找份工作 男人是这么说 女人也是这么说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踏踏实实 能够给孩子真正的一点温暖 所以你说现在 我是说让你们分好呢 还是让你们不分好呢 我说让你们分 对于孩子来说 我有点残忍 我说让你们不分吧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 没有很好的婚姻基础 有弹劾重新再来呢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问一下女生 你还爱她吗 可能更多的是亲情吧 现在都喜欢用这句话来谈刺 你还爱她吗 不 你肯定不爱她 不用问了 抛肤传 你知道开那一刀刀口有多疼吗 当时我陪在她身边 你陪着她 我问你 你帮她绑了腹带吗 每次腹割伤口 你不做过吗 这些事你干过没有 你从来没有干过 所以说你这种人 是真的不配要孩子的 不知道心疼自己的妻子 也不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 想生第二胎吗 我们再找一个 女人都成了生育机器了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自己好好的思量一下 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孩子 而一生平硬凑在一块 但如果正如你所说的 没有爱情的只有亲情 那就请放下一些所谓的工作 负起一点父母的责任 为他多付出点什么 就这个 男生我不想说你 因为你没有负责任 妈也缺失了当妈的义务 自从办了工作室之后 那这孩子要你们干嘛呀 你们俩想清楚 就是这孩子怎么样是最好的 如果你们通过今天 愿意以这个孩子为契机 我们开始成长 好啊 你们加油啊 你们重新来过呀 想清楚 你就想一点就行 你女儿以后嫁了一个 像你这样的男人 姑爷 你心疼吗 那不会的 为什么是不会的呢 就像你一样的一个姑爷嘛 你让他嫁吗 为什么不让啊 我觉得我 为什么不让啊 我觉得我做的不对 改嘛 把孩子接回来嘛 想创业让他去创嘛 该做什么做什么嘛 接下来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导师们说的没错 我们首先应该正视的是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感情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 把这个问题给说通了 其次我们才能经营好家庭 才能管好孩子 可能我以前给你的空间是不够 给你的自由不够 但是 我觉得 我们的问题 还没有到离婚的那一步 所以我希望 你能给我们这个小家庭一次机会 也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回去好好商量 好不好 其实我现在心里也很乱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来面对你 时间到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慎重考虑 请回 看着其实还挺揪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